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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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贪崩了吧 我就说嘛 在网上胡乱搜了个人呢 那 那决决不靠谱 走吧 跟我回家 这是什么呀 戒指 他刚送我的大钻戒 大钻戒 你什么眼神啊 连水晶都不是 就是一块破玻璃 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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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这不丢人你带着这东西 这人要送我的丢婚戒指 大钻 你求婚了 对啊 你答应了 答应了 真行 我跟你说 涵涵涵 你爸呀 跟你一路折腾下来啊 我也学会了坚强 不跟你生这份嫌弃 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啊 这我都要出嫁了 你不应该高兴才对吗 一般来说啊 这个女儿出嫁 爸爸的心态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对女婿 特别特别地羡慕嫉妒恨 第二种呢 是对这个女儿啊 终于撒手不管了 如释重负 我希望您是第二种 我绝对是第一种 行了 行了 别闹了 你把她赶紧回家 你耐得还等着你呢 我没呢 你看 这是我们刚刚签订的 婚姻协议 水果沙拉 素食 蔬菜 刺身类 寿司类 你们俩是属于哪类的 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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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看 我们俩来和签别闹 不是 你 贵女 你这回跟你爹来真的 对啊 三十天以后 我们领证结婚 我们都商量好了 婚礼从简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 这样你就不用多操心了 不是 你的意思就是 就是不管你跟谁结婚 只要跟我脱离关系 只要不见到我 这就是你的目的 对吗 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范楠楠 你爸爸 一把屎一把尿 给你拉扯了二十来年 你就这么恨我 恨都谈不上 不是 你知道吗 你在我心目当中 你就是心尖尖的位置啊 我知道啊 那我在你心目当中呢 连小孩根儿都不如 那也不至于 行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既然 咱们把话已经说到这份上 如果你决意要结这个婚 从今年开始 我在你眼前永远地消失 对了 还有 我告诉你 我的丧事也要从简 你干吗去啊 怎么干吗去 我到下面找你妈去 我们得讨论一下 我不怎么能够胜出 你这么一个混账女儿来 你别闹了行不行 谁给你闹了 行 你信不信 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着你 傻事谁不会干啊 你现在做的就是一件巨大的傻事 我不这么认为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罢 这活我结定了 是我 你帮我查一下啊 一个出租车的车牌号是 月币九六三六六 他刚拉上一个客人 给我查一下他的目的地是什么 假如我刚才下来不数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打算以后那种五毛钱 真没有 这个是你的元就送给我的 现在你可以拿我的五毛钱不给我 也不提醒我 你以后就有可能去拿成千上万的钱 不去提醒别人 你这样是犯罪你知道吗 这很可怕很可怕 我 我陪您一块 我不要你的一块钱 我只需要我自己的那个五毛钱 你现在可以去贪这个五毛钱 那你以后就会贪更多更多的钱 你就会形成犯罪你知道吗 我要有肯定找您了 我看看我这有没有 五毛是吧 正好 这可以了吧 这位先生 我要的是一个胶带 而不是您的五毛钱 你给他一个胶带吧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给您 这可以了吧 但是你要记住 我虽然拿了你的钱 但是你却欠了这位先生一个人情 你要还的 不用欠 先生 这一块钱我给您 行行行 别在这儿啰嗦了 赶紧拉活去吧 还有这位先生 您不要以为您做了一件好事 现在他拿了我的五毛钱 他不想开 那他以后要是犯罪的话 您就是有直接的责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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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回来 咱们彼此认识一下吧 我为何要跟您认识一下 因为我是单单单的父亲 岳父打扰 等 等 等 你这称呼有点太草率了吧 我和单单单呢 已经签了协议了 虽然我们有三十天的考察期 您在意义上 还真的不是我的岳父 但是 我总不能叫您 单单单爸爸吧 嘴皮子挺利落 够能白活的 我想问问 你 对我们家单单了解多少 你们有什么感情基础 你们的兴趣 爱好 你们都相同吗 您说的那些呢 是通俗的婚姻 而我和单单却不同 我们是为了未来 而规划我们的婚姻 互惠互利 互不干涉 对吧 对 就是这样 你就拿这样的奇谈怪论 把我们家单单给吸引了 我觉得这不叫吸引 这叫勾引 因为您是单单单的父亲 我才会拿出一集动漫的时间 来跟您做一个简单的交流 但是您出口伤人 粗暴无理 已经对我的人生造成了伤害 我们的交谈结束了 告辞 我们做事 奶奶 百年 尔镫 儿子 你 奶奶 奶奶 奶奶刚跟你说的是结婚 她说什么呀 结婚 跟谁啊 我说 我怎么答案 接吧 我说接吧 我都说了告辞了 您为何还要跟着我 既然你非要跟我们家 单单来往 我去参观一下你的住所 等会儿 您并没有接受我的邀请啊 也是啊 现在上个厕所 还得买门票呢 这样 参观你的住所多少钱 一块 十块 这样 一百块 怎么样 不可理喻 对 下次再来 我只想让你明白 我要办你 那是分分钟的事 如果你识相的话 马上去找我女儿 撕了这份协议 以后不要再去找你 再跟她来往 作为善丹丹的父亲 您该得到的尊重 我全都给您了 但是您这个人粗暴无力 出口伤人 已经失去了一个 作为长辈的气质 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就不妨全跟您说了 法律并没有允许您 干涉和终止我和善丹丹的 这一份协议 恐吓 这一份协议 吓不头 那好 那咱就 讲讲道理 你真的以为 因为一张破纸 你们俩就能走在一起了 什么叫婚姻 什么叫成家立业 你想过别人的感触吗 你是这地球上的人吗 你爸你妈没教过你 什么叫人情世故啊 首先 我的情况很简单 父母双亡 有车有房有存款 第二个问题 我没法回答你 因为在学术的定论上 还没有定论 如果您非要听的话 那我只能这么说 我是来自火星 呸种论 你说你啊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还没见到一个男人 说自己是配种的 你肯定是来自火星 你说我能让我女儿 嫁给你这么一个怪物吗 甭管你是来自火星 还是土星 我明确地告诉你 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和手段哄骗我女儿 给你签了一份 什么这个破协议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立马在我跟我女儿面前消失 这是最后的通牒 我就猜到了您得这么说 一切邪恶之力 到了狗急跳墙的时候 都会使用暴力解决办法 要干什么 来吧 妈 喂 妈 子飞啊 你在干吗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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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呢 怎么了 心情还愉快吧 还挺好的 没在开车吧 没有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你不要紧张啊 不是 您快说什么事啊 丹丹真的要结婚了 你不要紧张啊 你不要紧张啊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再 Depending 你认识了 温暴力解决 那你也有气荒 那一位 我认识了 或计划 你认识了 否则 你我认识的 我认识吧 你而认识了 你听到你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这就是传手中的钻接吧 得了吧 钻接那么大的 起码上千万的 水晶的 甭管它是什么呢 那也是人家的一个心意 去 擦玻璃去 擦 那儿擦去 长得怎么样 好看吗 还行吧 不是我讨厌那种 那怎么行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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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得说三立 好看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呀 你们结婚以后 天天那么对着 不好看能行吗 说得也是 奶奶是过来人 你长得那么好看 她也好看的话 加莱深醋的娃 就一定会好看 激烟也很重要 如果她的父母 也长得好看的话 那就万无一世了 有没有她的照片 有 大意 你听说 你懂什么 走走走 到厨房去擦玻璃 擦包里去 怎么样 奶奶 好不好看 她有多高 一米八 这 好不好看 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 用得着这么使劲看吗 不错 不错 有颜值有海拔 这个男孩子可以教我 奶奶 您这是我的好奶奶 打住打住 你还没告诉奶奶 她现在在干什么呢 她叫文如氏 她什么都不做 死宅 死宅我懂 就是什么都不做 整天在家里 只关心自己的兴趣 不跟外人打交道 奶奶您太厉害了 这您都知道 文如氏就是这样的人 她以提高自己的修养 和品位为目标 一直生活在自己的 理想生活状态中 怎么样 奶奶 是不是很提气啊 不错 不错 现在这个年代 没有几个人 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 活在自己的理想中 可不是嘛 我觉得她可好了 那她的父母呢 父母死于三年前车祸 还很可怜 那她靠什么生活 父母遗产 她介绍上也写了 银行有几百万存款吧 倒是很可怜啊 她有没有不良嗜好 没发现啊 那你们从日始到订婚 到决定要结婚 一共有多久啊 其实我们今天才第一天见 之前都在网上聊的 算下来差不多 不到三天 三分 现在很流行的 太好了 奶奶 要是我爸也能像您 这么开明大度就好了 我爸真幸福 有您这样的妈 您怎么没把这么优秀的肌 你传给我爸呢 真是爸的 什么情况啊 里面 我正听着呢 没事啊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没听见 不是 你刚才还没听到 屋里有什么那个 摔桌子打板凳呢 擦墙的 我呀 那奇怪了 真是 太奇怪了 真是 什么都没有 您不觉得更恐怖吗 那当然了 要不 你怎么赶进去啊 我 那 那您不是 也没进去吗 我 我那个 不跟 跟不来吗 不 咱俩一块儿进去吧 那行 合着办公宇正在来的路上 我把你救养 我把你担长的路上 不敢追到 好 为什么不进去 你们的情况很严峻吗 不知道啊 靳红 端正你的态度 不要站错了队 贝莱 我知道 我就是前面的骨头 压出来的道 什么意思 前车之剑 走 妈 我回来了 贝莱 清火 来来来 坐下 不是 那个 不用了 我们俩就站这儿也挺好的 爸 您坐吧 好 今天 这人叫得挺齐 当然了 他们也都是我最亲的人 说吧 什么事 爸 我要结婚了 我跟文如是 当我们样 不许提起这个人 怎么了 我刚跟奶奶 把她的事都一五一十说了 奶奶很认可 紫菲啊 没事 别拍桌子嘛 你知道妈的心脏又不好 这么一拍 把我拍得去见你爸爸了 好 我现在巴不得 我爸 就在这里看着他 好好看看 爸 看看你这孙女 干出东西 干出什么样的好事来 没那么严重 刚刚丹丹都跟我说了 还给照片我看了 我觉得大体上还是还可以的 什么叫还可以的 您都知道什么呀 您就说还可以 有车有房 父母双亡 这就还可以了 爸 您都知道有车有房 父母双亡了 您不是也了解了吗 善丹丹 你来劲了你 我告诉你 善丹丹 你越来越不靠谱 做事越来越不招调了你 你还以为你是几岁的小孩子吗 为了跟大人对着干 干出这种不理性的事情来 我知道 你妈走得走 你也不能因为这个来欺负我呀 你以为你是我的女儿 我就不能把你怎么办了吗 你尽管办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我有权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找这么一个男人 整天待在家里那网上 怎么说来着 宅男 宅男 你要嫁给一个连 连门都不敢出的男人 你是跟他结婚呀 还是陪他坐牢啊 那也比你用家规 规则我强 你再说一遍 你再跟我说一遍 你再给我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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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这一切 全都是为了你好 怕你受到危险 你看 你看 这就是你的杀手锏 这么多年了 不管你对我做什么 最后一句只要来一个 为了我好 你就心安理得了 可是你知不知道 好些容易办坏事 人只有一辈子 你的人生和我的人生 都是有限的 为什么你非要把我人生的风险 都给我规避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现在 我要重新拿回我自己的人生 不管是宅在家里 还是周游世界 我都有权利 根据我自己的意愿 自己的心情去做决定 爸 感谢您疼我 养我 爱我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接受你的过度保护 和你所谓的人生经验 我的路 我要自己选 自己走 不愧死我活的 孙女儿 喝过鸭末碎 有见识 有学问 说得太好了 太精彩了 我一定要把你说的这些话 录下来 放到网上去 你把那话给我贴上去吗 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全是你们给怪出来的 你们俩 你把这儿抬起来 真不愧是 你把这儿抬起来 学哲学的 说得倒是偷偷是照 但是说的跟做的 那是两码子事 如果你做的跟说的 那么明白的话 妈 还能跟一个只认识三天的 什么什么这个加利敦 签署一个合作式婚姻协议 你说什么玩意啊这是 报告 那不叫加利敦 叫宅男 反正都一样 反正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我我还没有见过 一个像老鼠一样 躲在家里的这也是一种活法 那真是笑话让人 你这是偏见 你可以不主动追究进步 但你不能成为 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 妈 她说我反动 她已经把我当作敌对势力了 还阻碍社会前进 有你这么给你爸扣帽子的吗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可以说的话话是 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呢 你爸爸虽然有点宠 没像你奶奶那么时髦 但是她一个人 你也不能说她是 阻碍社会的进步嘛 妈 您这是向着我说话了吗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你说你一个人 怎么能阻碍社会进步呢 这妍妄你不好 行了行了 都忘说了 沈楠楠 你既然把你爸看成是阻碍发展的 反动势力 顽固派 那我就顽固到底 我告诉你 我把话撂着 你跟文如是没戏 我们已经签了协议了 谁也拦不住 你那份协议 有法律效应吗 不过是一张菜单而已 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应 那结婚证总算了吧 我们下个月就领证 那你就马上被禁足了嘛 以后不要离开 善家大门一步了 你这是独裁 我为什么要结婚啊 就是为了逃出牢笼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可笑吗 你说谁可笑呢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妈 妈 你懂了 妈 你懂了 妈 你懂了 快去给奶奶拿药去 去去去去 叫救护车 叫救护车 小二林 Mossing 你没什么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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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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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好像没事了 我要出去偷偷去啊 我现在好像没事了 谁去 带上奶奶那把破椅子 跟奶奶一块儿出去透气去 配合得不错嘛 你们俩今天 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奶奶呢 出去透气一句了 奶奶呢 你接着眼啊 你给我老实呆 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他那个真假狠手 掐我 不是 你说你这事儿你 你这结婚真的假的 还领结婚证 丹丹 你是为了你自由的目的 骗你爸的吧 是真的 是真的 怎么样嘛 还是不怎么舒服 还不怎么舒服啊 那您展身就先别进屋了 那您就在这儿好好透透气 歇一歇 还是儿子了解您吧 您呢 在这儿玩着 歇着 你好好揉着 赛总 丹丹非要结婚咋办啊 没你的事 听奶奶说了没有 没你的事 妈 也没您的事了 好 丹丹啊 奶奶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不是 我看你刚才那叫你是真喜欢人家 还是假的呀 要你真喜欢那男孩 侯迷给你保证 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 到时候我跟你爸 好好说道说道 一定要好好说道说道 沈丹丹 你站在茶厅上算了 把酒放下来 个女孩子做没做相 沈丹丹 为了跟自己的父亲较劲 真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非要嫁给一个 非要嫁给一个 这个文如氏这个稀罕动物 对于这件事情 真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非要嫁给一个 我希望清红 贝莱 你们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态度 清红 你不是要说道说道吗 是 那个贝莱说道说道 清红 帅奶奶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也好了 好 接着说 因为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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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做什么事情 值得别人说了 好 总结完毕 你 清红 有什么态度啊 那个 奶奶 她已经被剥夺了话语权 对 叔叔 洪怡 对于婚姻这件事情上 我虽然没有什么太丢的经验 但是对于结婚这件大事 不严肃 不谨慎 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还是有着血淋淋的教训她 而且 血气还没有干啊 所以 请你们把这个光荣耀又兼具的任务 交给我 我一定会现身说法 全力以赴 好好的教育教育她 阻止善丹丹 重蹈复折 叔叔 还有件事情 我们聊起来呢 可能会伤肝动气 痛哭流涕 不排除可能会嚎啕大哭 所以 我申请 能不能 单独上楼 和丹丹聊一会儿 我申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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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申请不吝点赞